当地时间16号,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展全政府兼工作组第23次会议在日内马召开 中国代表在会议上发言,强调发展对人权的促进作用 呼吁国际社会重视发展问题,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中国代表表示,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各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,加剧不平等 在疫情后的复苏进程中,各国人民对发展挑战都有共同关切 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有不懈追求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要唤起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重视 推动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,促进国际发展合作 为实现2030年议程注入新的活力 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中国代表强调,各国应充分发挥发展对享有所有人权的贡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,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推动实现包容普惠发展 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,坚持多边主义,支持联合国 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有力 更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观看